我們還有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打聲照顧好嗎 各位媒體朋友還有各位直播的好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不是神力女超人 哈哈哈哈 因為我沒有穿女超人裝 我只有穿過白雪公主裝 那是也不是白雪公主咯 也不知道就哄小孩啊 因為日錯辦兒童居 看看吧 如果誰想要 呃 建議我穿什麼樣的衣服 比較適合可以呃 先長就呃 Q一下 然後我來考慮一下是不是可以這樣子打扮 所以這是一個許願池的概念 就對了 我之前我有在洗手間碰到你 我那時候想說哇塞 到底哪一個藝人這麼美來到現場 這樣實在是太美麗了 那今天藝人呢 來到我們現場 其實算是我們來賓裡面比較特別的 因為藝人算是正準備要加入我們17DR的開播對不對 那想問問看藝人是什麼樣子的契機 讓你決定選擇這樣子心靈的與民互動的方式 是 因為其實我也知道現在新媒體科技的發達 所以呃 現在很多年輕人其實不看電視 那部分都是看網路 那其實我認為說其實如果要跟年輕人互動 尤其我們很多政策跟年輕人有關係 所以我認為說我應該透過直播平台 給他們有一些機會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然後我們再把民眾的建議變成是可以轉成一個政策 政策部分去執行 所以相對的我認為說這樣的直播平台也是一種所謂的公民參與 iVoting的那種概念 所以呢我還是認為說雖然是一個比較娛樂性的平台 那我也不會在這個平台一直在講政治 我可能會講大家關心的事情 像之前酒駕的案子 那大家都很關心 那很多的女孩子就關心為什麼我們不去推帶領育母這樣的議題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透過這樣的平台跟大家互動 然後還有就是也可以聊一下韓劇啊 也可以聊一下電影啊 為什麼大家都喜歡漫威啊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其實可以更多元性 對 所以其實未來願你再跟大家見面嗎 其實我因為我就愛漂亮啊 所以我想說可以找人告訴我怎麼樣十秒鐘 就可以畫好一個十秒鐘太短了 十分鐘畫好一個非常漂亮的妝 然後還有這個穿搭術啊之類的 那其實我認識很多朋友他們其實肉手會穿搭 我就請他們來教教大家怎麼穿搭 然後另外呢還有大家可能想要知道一些政治人物不為人質的事情 比如說請鄭文燦市長來啊 跟他們講說你現在是不是要減肥一下 變成不要變成是胖粥魚變瘦粥魚 那怎麼樣減肥 我們找一個減肥的老師來跟你講怎麼吃比較健康 那其實還有林志堅嘛 林志堅市長就新竹市長長得很帥啊 可是他就知道他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愛情 那非常疼老婆的一個暖男 那他怎麼樣疼老婆 那只要講一些大家不曉得的一些事情 然後讓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也蠻不錯的耶 所以其實我覺得剛剛聽藝人質詢之類的你知道嗎 大家覺得哇好像你們那種離我們好遙遠喔 但是剛剛聽起來其實跟我們都一樣對不對 非常的生活化 所以現場的媒體朋友們還有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我們這些藝人啊 或者是藝人身邊周遭的好朋友 究竟他們私底下生活是什麼樣的裡面的話 就要準時來收看藝人的直播對不對 那最後呢 歡迎大家想要問一下藝人今天 想要多看看你們 然後多跟你們聊天 我真的沒有那麼兇耶 我也不是什麼 因為沒辦法 有時候因為身分的關係 然後大家都說 你每次穿的都很正式 可是其實是一下沒有 所以呢 我可能直播的時候 我會換成自己平常我的那樣的裝扮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比較casual的衣服 我都很疼人 但是不是真的